湖人球迷今天有点纠结,一小时前,湖人队正式宣布,他们已经裁掉了球队前锋洛尔邓,总经理佩林卡说,感谢邓向力期间为湖人队做出的贡献,为了球队未来的薪资空间和阵容灵活性,我们做了这个决定,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自由市场上, 要更有侵略性,佩林卡的话可以说非常直白,裁掉洛尔邓纯粹,就是为了腾出心筋空间,明年夏天,自由市场上的大鱼非常多,伦娜德,克莱汤普森,巴克勒甚至是杜兰特都可能成为自由球员,早点腾出空间就可以早做打算,毕竟湖人想要夺冠,只好勒布拉·詹姆斯一个超距,也是很难实现的, 惨烈的西部,勇士和火箭都是夺冠路上极大的障碍,就在刚刚,胡仁正式宣布台叫邓之后,他们很快就迎来一个好消息,我们来看看,在裁员完成后, W.O.迅速铺量说,洛尔邓在与胡仁的买断中,放弃了750万美元的薪水,如果没有这个铺量,那么胡仁的买断就是难以理解的,因为胡仁采用的是延伸支付条款买断了洛尔邓,但是等明年只剩一年合同了,到时候搭上一个手轮就可以送走,为什么现在买断,还要让这个合同延长三年? 但是有了后面这个铺量,大家就明白了,这么做对胡仁后续发展是非常有利的,邓目前还有两年价值3680万美元的合同,过了9月1日,两年中第一年的1800万就生效了,邓的合同就剩一年1880亿万了, 卖断的就是这1880亿万,邓自己放弃了750万,剩下延伸支付的就是1881-750除以3等于每年占377万20,21,223年,这个除以是不是就好太多了呢? 说实话,如果不是洛尔邓还希望去别的球队发光发热,他很大可能不会同意放弃750万美元,而对胡仁来说,未来三年每年占不到400万空间,也算是降低了损失。 现在,胡仁腾出了大概3600万左右的心经空间,而邓也可以去7的球队,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了。